上午烧盘 简单回归一下今天盘面以及掌停榜的情况 这里是韭菜打板 掌停榜是我们做票的第一信号 谨记这个 然后回到这个接力榜里面 看这个接力榜从高排到低 这个是每天我们的韭菜打板要做的事情 个人建议 然后一看到前面的天鹅谷本 现在是九板 就要是九板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我们大A市场 在这么多年以来 有多少次出现九板空间的 因此我一直这样认为的 打板客天天是牛市 这里面的九板你说算的算牛市这个市场 然后接下来西安饮食 也顶了六板 这两个票都同时归为供销社的概念 那么看这两个票的走势 自然而然的 就会多少猜测到 今天这个市场 供销社 肯定也是华越的一个板块 谁呢 我们韭菜呢 为什么强调这样排这个阶梯板 就可以看到板块里面的 所谓的板块龙 它本身就可以带动整个板块的走势 一个市场龙 一个空间龙 一个是板块龙 三条龙 是我们的主打的方向 接下来呢 物顿 下个绿盘 容金呢 顶上掌顶板 三个四个高标票 三个是上板的 接下来二板的 二板的里面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 八个票 现在上板的是三个 星光龙基 前面讲了 是采点这个农业机械的 也是有关山龙方面的龙头 但是这里面大家呢 注意一下啊 供销社这个概念板块 非常非常的广的 当它形成一个非常强的 模式板块的时候 或者概念板块的时候 很多票都会跟它沾上关系 就像以前炒这个元宇宙 所有的票都可以拉上元宇宙 是吧 所以在这里面呢 哪些市的农金算不算的 供销社的市啊 农业方面的 或者说在供销系统里面的 农业机械都是 其他的这些装修啊 或者运输设备啊 包括服饰啊 甚至小金属 它都可以拉到一起来 早几年炒这个工业大麻了 大家可能记忆有些 连卖那个麻花糖的一些股票 都会跟这个工业大麻概念 扯上关系 就是因为一个卖糖果的 麻花糖多一个麻字 就跟这个工业大麻扯上关系 你说搞笑不搞笑 所以在市场这个情绪炒作方面 有时候啊 不要考虑的分析的那么详细 也不要呢 太固于 固急 是吧 市场就是市场的样子 很多东西不明白的 真正到我们明白的时候 这个市场可能就不存在 所以很多朋友总喜欢 把这个票的前因后股 为什么上涨 为什么下跌 这机构怎么炒作等等 分析的一列列出来 好像要写论文一样 韭菜打板 看了太多 只能咬乱自己的判断 我们只尊重市盘 看着市场去搞什么 我们就跟上什么 从高打到低 从低追到高 这高票 九板今天是稳稳的了 暂且到这个地方 后面呢 就不再提太多 然后呢 下面这里面的首板的 一键二的吧 今天呢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票上来 八个票上来 顶上来的情况下 这八个票下完是有变动的 是吧 在这里面呢 你大家留意看一下 这二十个票 今天的表现情况 有没有是明天的目标 在不在你的模式里面 同时西安饮食跟这个西安旅游 有一段时间 他们是同步的 但是现在不同步 因为疫情的原因 前面这个西安饮食踩点公交社 是吧 基本上两个动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六板了 这个才来一个板 所以这两个票在这个概念方面没有同步 留意这些 留意这些 然后呢 在市场往向闸 没有往上顶在上面 空间去拉了九个板 这个时候就说明 情绪这里面 没办法对得上来 为什么 这个是上海票 这个是上海票 两个票同是市场的 但是市场的这样子 就说明 情绪 有了相当大的分歧 这个时候 我们不管市场 如何涨 如何疯狂 记好了 盯好我们的模式票 不要去做模式外的票 非模式的一个都不要碰 同时 因为这两个数据的背离 一定要做好封控 称卫的管理一直是作为封控的第一手段 所以我们韭菜打板 从来不建议一票满仓 所以要是今天打一次满仓 没有说分布去搞 分开搞是可以的 因为随时可以溜 随便韭菜打板 三条纪律 一定要记好 今天盘面 又是星期四 同时 我们整个市场里面 有一些信息 跟上面的现在新闻 老是跟不上 除了这个供销社概念 往上拉台以外 其他的 一个是上海的进博会 一个是珠海的航站 另外一个就是 杭州的这个互联网大会 这三个非常大的信息概念 在盘面里面 好像都处在这些供销社的概念下面 盘面上几乎没有什么动静 三个大会 三个大会 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特别是 行长这里面的有关 国产 大飞机 以及军工方面的上大件 盘面军工板块 几乎没有一点动静 互联网大会 世界互联网大会 这个盘面表现一点点 还是大数据 这个可以稍稍有那么一点点 上海进博会 这有关高科技以及工业制造的盘面 表现在 表现在哪里 所以这三大会在市场里面几乎 表现非常非常的微 这一点大家保持警惕 一个是注意市场的网线杀 因为这里面的九板应该来说是功德非常的完满 昨天八板已经完成了 现在九板 九板 明天他能不能上去的无关紧要 哪怕直接低听吧 都没什么问题了 这一个 但是呢 盘面跟上来的确确实实 有待我们去认真去面对 保持十二分的警惕 一句话 丁无事 丁龙头 盘面里面一旦有风吹草动 马上就脚底 莫要开溜